那我要摸牠的牌子是一樣的 不行 我叫鮑魚貓 不可以貓嗎 鮑魚貓 你以後長大想要什麼樣子啊 我會想要家裡的高腳印 就像電影場景窗邊很高級的高腳印那種 第一次遇見滑翔的那個課裡面這個故事就有很多我自己的 然後我身邊朋友的 有很多我一直反覆看到別人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還沒有看到一個故事被說出來 那我要摸牠的牌子是一樣的 不行 我叫鮑魚貓 不可以摸牠 光頭喊 掉臉 添加在底下 比較舒服的 可是會讓觀眾滿明顯 cash到牠是你男友 對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氣味 是因為它不是一個你可以真正看到或聽到的東西 可是它一旦存在就被你聞到之後 你其實很難把它移開 很像我想要寫花香的這個故事一個蠻核心的東西 想要不那麼的直接去講被女生吸引這件事情 所以就透過花香有一點點像是Piu的方式來呼應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 太晚了啦 嗯 一下下就好啦 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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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有想過這個花香的花香是哪個花的香 嗯 沒有 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是 她是一個相當好的聆聽對象 她非常能夠去細細的聽你說 聽你的分析 然後再做出一些她自己的整理跟判斷 可能會想問說 剛沒聊完 嗯 妳都好嗎 嗯 妳有結婚了 嗯 聊完這個好 刪掉了 之類的就是妳懂嗎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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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後面發現小澤不見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給一個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 的顏色 看著 她 這樣 就什麼 就是 妳也好了 喔 要瞪啊 喔 這樣 因為她會覺得 我們在自己的角色的關係裡面 那 對自己的角色或是對 這個東西有想法的時候講出來 她願意聽 然後也願意接受我們的意見 我覺得就跟她合作蠻開心的 我後來有聽說就是導演是非常開心的 就聽到 我們 就是這樣子提出我們的想法 她非常的開心 導演應該是 所以那時候覺得好很棒 我覺得這個導演就是 他雖然很有想法 但是我覺得他也很能夠接受 各方來的想法 然後 以及她會再消化過 她不是 什麼都沒有想過 然後就是一昧的接受 不至於欸 因為我自己有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動作 老實說會讓我也有一點安心 就覺得喔 你也不想講 OK好 那我也不想講 那你本身會打三個球 我本身 就是很喜歡球類運動 但除了排球 我一直覺得它像一顆飛翔的球 就是慢慢的升起來這樣 可是你又要很準確的 掌握它的球心在哪裡 然後很有力道的去攻擊它 所以我就覺得 它又有那種就是我們想要講的 清純的感覺 可是又有那種很衝動 然後莽撞 然後青春的力道這樣 所以就讓我覺得 排球這個元素很適合 發生在兩個主角的 過去的回憶裡面 Action 欸欸欸 這好球喔 我來 OK OK 球都還沒打 你們就要先放 這是我自己在導演作品裡面 挑戰總長度最長的一個作品 然後也是跟很專業的團隊啊 和演員們一起合作 所以一定是有相對程度的壓力 遇到的挑戰就是我們的拍攝時間 其實也蠻有限的 然後整個行程很緊湊 但是演員跟團隊 他們都對這個故事非常的懂 所以我們就用一種非常快速的節奏 然後達到了我們想要做到的事情 第一次遇見滑翔的愛客 是一部 讓你突然好想他的作品 一定要看喔